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我們先聽嘉寧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已經接通了 電話旁邊有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早安 兩位 早安 我想問1070 下個星期期期業績 打算短炒的 這隻有否可以炒 請給我委屈 好啊 鐵紙有多媒體編號1070 五個假日日後公佈業績 嘉寧觀眾都明顯想查一查業績 今天都升至近3% 還有沒有上網空間業績有充勁嗎 其實業績是一般的 我覺得就好像去年是營轉規 最近來說市場有一點衝勁 因為集團表示了 會向一些家用的遊戲那邊進軍 其實來說這也是一個概念 因為一路以來整個科網的板塊 在早前來說是很熱的 尤其是手遊或者其他相關的軟件 總之一踏上科網這個衝勁 估計已經是三級四級跳 但情況好像開始冷卻了 換句話來說 就算現在是家用遊戲這個業務 是進一步發展 我想市場都不會像早前那樣 這麼刺激 一聽到你說向那邊發展 就馬上有個炒竹了 純粹你說短炒的話 給兩個防守性的支持你 第一個是3.01元 這是一個星期來的低位 第二個是2.8元 這是一個月來的低位 不跌穿 其實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不過當然知道 如果你說一年的高位7元樓上去到2.8元 其實累積的跌幅已經是相當大的 你可以技術上在撈底的過程當中 保持一些投機的心態 因為接近低位的話 可能會有少少的技術上 抽升或者後抽都不頂 反正股價跌下來 就因為業績不好 老老實實 就算不是反應得了 都反應了六七八成 但問題就是 未來 今年度 情況會不會好轉 還是進一步差 這就是關鍵 如果今年的情況 能夠輕輕好轉的話 股價會整固 可以回穩 甚至會做技術上的抽升 因為市場預期 明年就會好 但反過來 電視機的銷情 如果仍然不理想 或者家庭遊戲那方面的業務 暫時處於一個發展之中 你真的沒有方向 可能股價在低位 仍然會反覆 先做少少心理準備 初步的阻力是3.3元 純粹短炒的話 3元1千 或者2.8元做一個止蝕 多謝黃小姐的查詢 轉聽下我家庭觀眾是李小姐 早晨 早晨 郭先生你好 我想問2318和6030 甚麼位可賣入 先說中國平安保險 2318 現價是61.3元 暫時跌幅不超過百分之一 但之前已經跌了 是否H股日價方面的情況影響 差價令股價跌了少少 現在來說可否入 其實真是兩難 若你講平保本身 以13倍的往績市盈率 我覺得一點都不貴 我只能說 A股特別便宜 但是不是說 A股現在大概是 伸直到接近50元 或者多些的股價 相對現在60多元股價 當然香港貴了 我們沽了香港買A股行不行 其實對一部分傳統基金 如果同股同權是沒有變的話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但現在這一分鐘還要做 都不是現在馬上做到 互聯互通也要半年才開動 還有一件事 你今天在香港的沽平保 有很多衍生工具給你做對沖活動 但你內地去做的話 你怎樣做一個對沖活動 你是做不到的 難道真的沽A股 買恆生指數 這樣就叫做對沖嗎 我想肯定不行 那麼 別除這個因素來說 如果你說在現在這一分鐘要買的話 其實問題都不是那麼大 不過當然知道 有兩個低位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60元6毫子 一個月的低位是59.1 我想介乎這兩個低位在阻止的水平 如果作中線部署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當然知道 一定要中線 千萬不要變成今天買明天炒 炒或者明天走的心態 因為始終 A股股的差價是比較闊 這是會困擾股價暫時的表現 至於6030 受到互聯互通所刺激 早日就升到19.48 很涼烈 但醉就還醉 想清楚 是半年才推出來 會不會走快了 結果高追那些便吃一虧 現在這一分鐘 就有少少紀律上的回吐 而且碰到10天平均移動線 我再說一次 碰到10天平均移動線 一旦跌穿了 防守性支持 將會退守到大概16.6 左右的水平 相對於現在17.22 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我覺得就算下限 應該的幅度也不會太大 我又不覺得它會大跌 但老實說 你純粹短炒的話 16.6是你的止洩位 如果你說目標價 因為互聯互通 這個勢頭是好 但始終半年才推出來 所以短期來說 就算有反彈 但幅度也不會太大 轉看許先生的電郵 想問三隻股份 先說第一隻 吉利汽車175 嘉寧觀眾未有貨 想買 現在做2.88 暫時升幅不大 好買嗎 郭Sir 早日升了上3.25 但業務始終來講 都是欠理上 尤其是首季的汽車銷售 都還是略差人意 可能內地經濟下行風險 明顯 變成一些高端的消費類 消費品 都受到影響 中央政府會不會 在稍後推政策 其實市場有很大的憧憬 我自己覺得 如果經濟下行風險的增 中央政府的確會推政策出來 所以大幅下跌的機會 我覺得也不是太大 但股份從來都是比較敏感 你一說不好就先下跌 吉利汽車現在這一分鐘 相對一個星期來的低位2.81 不是差很遠 相對一個月的低位2.61 都不是差太遠 不知道你是有中線的心態還是短炒 如果短炒你選吉利 似乎就不太對 因為就算產業鏈受到刺激 我相信都是耐銀耐險 耐防這三個板塊 汽車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消費類行業 刺激內需不少得去 但這是一定要中線的 不要保持短炒的心態 分階段慢慢買問題就不太大 如果純粹是炒短線 給你一個技術上的止瀉位 兩個爆一跌穿了 情況不太好 兩個勞一是你的止瀉位 暫時上網目標 先放在三個搖半 現在幅度不會太大 另一隻想買的 是中通福552 家庭觀眾想買 現隔來說可否買 從年初開始 都可以受到沽壓 曾經低見三個二合八 累積跌幅不少 3月底公佈業績之後 開始有資金追捧 股價回升 現在正在三個七合六 都升超過百分之三 開始有資金追捧 可否後效這隻呢 我想由五個八二一年的高位 跌到三個二合八 跌深了 近期的確有少少斷定了 事實上來說 這一分鐘的股價 不單止走在十天二十天 而且亦都是咬著五十天線 撞著水平 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因為由高價下來 已經跌了很多 加上近期來說 咬著五十天線 只要買半稍微著弱一點 它走回到四元到四個一 絕對不出奇 當然不知道 如果你純粹背著短炒的話 給你一個指示位 就是三個半 一旦跌穿了 你就指示算數 短期目標 暫時來說 都買回到四元到四個一 最後一句想問 中國糧油 六零六 都想現價買好嗎 現在正在三個一毫九 暫時跌至兩先 你又怎樣看 都是在低位反彈 對 十一倍的穩積市盈率 就不算很貴 相對一個月的高位 三個二毫九 現在屬於市頂的格局 事實上股價近期來說 由兩個九月一開始的開步 已經呈現了緩步上升型態 跟剛才的中通復一樣 股價升破了十天二十天之後 一直咬著五十天線 暫時未有正式的突破 一定要突破了五十天線 穩守五十天線樓上 才可以進一步向上走 那分鐘的目標 應該是三個四個半到三個半 值得一提的是 一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由高台跌下來 累積的跌幅已經不小 現在這分鐘 已經突破了中期下降通道頂部 可以先賣一注線 問題不是那麼大 最後跟著Twinky的電郵方面 想問一下安石A50-223 可不可以長線持有 現在它有少量貨 可否在市場當中再加注呢 郭Sir你又認為應該加注嗎 互聯互通 其實是有利中港兩地股市的發展 這是相當比較正面的 但223不是直接投放A股 它是買A股相關的衍生工具 如果你看好A股 就算盡量買些 我覺得也沒有太大問題 這是很老實說 問題是 如果你已經有鑽在手 你需不需要把資金 全部放在一個法律裡 如果阿爺有政策推行的話 我相信你不妨考慮內房內險 和內銀的板塊 尤其是內房 因為老實說 如果要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資金的穩定性很重要 資產價格的穩定性也更加重要 樓市升溫或者不要太升 穩定發展 而股市能夠有個上升的勢頭 絕對有利經濟的增長 所以對內房股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正面的 尤其是熱線內房股 很多一元的資產 早前只是在賣三毛錢 這個折讓絕對不正常 稍後應該逐步有所改變 當然考慮我的話 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屁股上 謝謝郭Sir 詳盡的分析 這節時間差不多 先幫你申報 提及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我持有內銀、內房和券商 謝謝郭Sir 希望郭Sir的解答都幫到大家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發達廣場的環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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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